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板的氧化问题 第一个臭板说老师帮忙看看臭板的什么问题 你这个叶子剪了就行了呗 还有一个就是水大这位花员 就是无数次的跟华尔美说 就是这个盆土就不干的时候 很湿的时候你别浇水了 算我求你了行吗 你要了解啊 就是人感觉到饿的时候 在吃饭 就是一日三顿嘛 你每顿之前都能感觉到饿 这说明这个人很健康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不饿又吃上了 不饿又吃上了 时间长了就饥食 这就导致人身体不好了 消化不良了 往后面出毛病了 植物也有一个道理 你就每回让它感觉到略干 你再去浇 就略干的时候植物会激发自己的潜能去长根 明白了吗 它会长得更臭 这句话有注意一下 先控水 等到干了 下次该浇水的时候 你再用一些杀菌药和肥料 把这个老叶子给它剪掉 好吧 先控水 下个座宝说佛手啥问题 这种都是缺肥 你不论是佛手柠檬一般出现这种 它都是缺乏一些微量 说白了就是缺肥 你试肥就行了 最好的肥料现在就是反肥水 有句话说 我用花兜兜系列的 花兜兜系列的 你要用好几种调配着来 那价格还高 你都不如反肥水直接来得省心 老花一有卖 当然了你用粪肥 换个大盆 或者自己凹一些肥料 也是可以的 或者说你懂得 微量元素的一个搭配 这种一般都是缺一些个美 鲜 还有一些铜 明白了吗 这些微量元素 老叶子的话 剪掉也行 让它长新的 好吧 下个做法说 这个茉莉怎么样 这个茉莉挺好的 就要我来看的话 你可以适当的修剪一下 尽量的给足光照 不干的时候 别拼命的浇水了 你看上面的水还一样的呢 可能你刚浇了水 就给我拍照片了 缺肥 缺光 还有一个呢 最好是适当的修剪一下 有的话说我怎么修剪 这个你闲那么事 剪得玩就行 想怎么剪怎么剪 你只要别把它剪死了就行了 好吧 你记住了 但是每根枝条上面 都留上两个叶子至少 就是说只要下面有牙点 上面你就随便剪 就跟老爷们刮胡子 理发是一个道理 你看着剪就行了 别那么乱 因为太乱了 枝条太多了 它就营养都分散了 本身没多少肥力 所以说让你施肥 让你加强光照 让你修剪 下个周宝说 家人们看一下 这是长春花吗 感觉被骗了 你就别买种子 老花一说的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哪个区域 或者说什么什么地 这个种子不好 我说的是整个种子行业 明白了吗 有的话说老花一 你怎么那么大胆 对 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了解的深了 你就知道了 只要是卖种子的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好种子都在国库 听懂了吗 只要是能在市面上流通的种子 它就很一般 我说的是90%以上的 我不能说所有的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老花一 人家卖玉米种的 那农业 我说的花卉 花卉上面有几个给你搞玉种 你就正常来说 你的老花一 你卖给我点种子 你们家弄点种子 你就以一个最简单的老花一家 常养的九里香为例 我会卖给你种子吗 我一颗种子出一颗苗 我养一年能卖3块5 我一颗种子卖你几分钱 我只会用一些个 我看不上的种子卖给你 那种不出来 我就说你技术不行 这是这个行业的痛点 也是诟病 我说的是商人的一个角度来讲 你去我 我是不会卖种子的 人家说饿死爹娘 留下肿粮 听懂了吗 你说它卖给你种子 想什么呢 只是基本上你买种子都会被骗 下个周宝说 老花一帮忙看看 这个还能活吗 主要是单位 夜里温度太低了才4度 这个没事 只要你光照有 我跟你讲 温度低点不怕 你只要是每天能晒到 很充足的光照 它能积蓄自己的能量过冬 没事 你只要不低于零度 它墨里一点问题没有 明白了吗 在这里跟很多的单位道一下欠 就关于种子这个事 老花一可能一杆子打死了 但是是我目前接触到的这个层面 可能是我眼光比较低 懂这个事就行了 当然了 我只是刚才说的是 以一个不良商家的一个角度 来想的一些个逻辑性的问题 没有说是这个行业不好 没有说是人家卖的种子都是假的 你别拿这个到处 拿着老花一的话 去攻击这个攻击那个 就是老花一给你说的一件事 是切合实际的把你当臭宝 给你说的是行业里面的这些痛点 你能理解就行 你别把老花一当个武器 老花一就是你一个朋友 明白了吗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去转一 白了臭宝 老花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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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花一会